他力量高雄市议员黄杰 在咨询市长韩国瑜时 大翻白眼意外爆红了 而昨天晚上 他出席同党议员参序时 开了直播 而聊天内容更被形容是剪刀枪 他不断的大炮批评 韩国瑜在议会当中 一直起立又坐下 擅自找人带答 非常的没有礼貌 黄杰更形容 韩国瑜是很会耍猴戏 很皮的一个人 灿身心笑眉女神 黄杰与同党北市议员 吃火锅 开直播 大家好奇的当然是市长韩国瑜 为什么韩国瑜一直起立一直坐下 回答一下 现在我要在这边 变成政论节目是不是 因为韩国瑜真的没礼貌 所以其实他不会吗 就是他而言 对韩国瑜一场上表现 黄杰与出惊人 接着再加码 没有叫市长可以请别人回答 他就说谁帮他回答 然后他就擅自坐下 我就一直看到他为什么一直 他就是打地鼠 一直起立很重 就像剪刀枪 黄杰话说得直接 同党黄玉芬听到一度张大嘴 夸张嘴型似乎觉得不可思议 更上演可汗背询比一比 一开始的临时会的时候 他回答的方式会说 这个我们再来研究 我们再来看看 然后不知道他就会说他不知道 所以那时候算是比较诚实的 那现在他是直接用其他东西回你 他就换了一个回答的方式 但是总而言之就是不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在问科文这的时候 其实他都不回答得蛮实的 因为直询自经区 对韩国瑜的回答大翻白眼 事后更质疑市长 两天要给出自经区说帖 却没下文 白纸一张 双方杠上 哪有一个公文的程序 那既然他们这么急 我们也已经出去了 给议员 接下来还有总质询 双方攻防势必在成交点 记者王超群高雄报导